大家好,每天都是好消息,这里是塑料号批评书 我们今儿个呢,讲两个人,第一个人当然是我们家老帅哥 我们家老帅哥最近人气爆棚,爆得不行,那简直了 第二个呢,我们讲讲中国的面瓜,胡面瓜 面瓜党的领导人胡面瓜,最近遇到事了 据说包子里要暗算他,说江蛤蟆在一旁 不是,他是这样子的,左手拍右手,他是这样拍张的 江蛤蟆拍张的,就是两个人 一个是美国的前总统,一个是中国的前总书记 同样都是人,做人的区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讲这么一个事情,那我们首先关注这个我们家老帅哥老川啊 民调显示,川普在共和党里面的这个支持度已经到了多少了 百分之九十八,哎呀,史上巨无霸的数字,那近似于奇迹你知道吗 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它又是一个如此清晰不顾的一个事实 我们家老帅哥,我们家老川啊,在共和党里面的支持率百分之九十八 不可思议,是吧,所以我一早上我就特别的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小子 很激动啊,很激动啊,然后一早上就是写了一幅一个一个 一个帖子啊,在推特上写的,我说这个只要老川出现呢 美国它一定会出现什么,人山人海的场面啊,是吧 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美国的大多数人啊 并不接受我这个去年的选举的这个偷窃啊 并不接受不认同啊,这个拜登,他是美国的所谓的什么总统 我去你大爷的,不跟你玩啊,所以只要川普出现的场所 那叫人山人海啊,就没见过这么多人,真的 而且你要知道现在还是据说美国还在吓唬老百姓 有一天有一天啊,不关心这些事情 只要老川出去,马上就去啊,人山人海 我又说是,但是你反过来看这个华人圈子啊 除了极少数人以外,真的,人们不便已经接受 认可这个拜登啊,这就是中国的一个所谓的 这种观念的旧习惯,观念的习惯,习惯的观念 叫做生命,他已经做成了熟饭,就这么地吧 是吧,什么叫生命已经做成了熟饭呢 就是一个女的,本来非常不爱一个男的,讨厌她 但是有一天这个男的把她给扮了,是吧 扮了以后就扮了呗,但是她还给她肚子里拨下了 这个什么啊,狗血的那个垃圾的种子 哎,怀孕了,你说咋办呢 然后一堆的亲戚,一堆的这个朋友,一堆的同事 尤其是她自己的父母,闺女啊,算了 你就嫁给她吧,是不是 生命都已经煮成熟饭了,你就认了吧 哎,这是中国人的这个,呃,生活的这个据说是智慧啊 这是你的命啊,生命已经煮成了熟饭 生命已经做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哎,现在美国就是这样子的啊,是不是 人家都都都都,拜登都已经当总统,当了这么久了 国会认证了,这个最高法院也不管,你就认了吧 四年以后再说吧,是不是 哎,去年的选举到底有没有舞弊 两说,没有任,没有任何东西支持你 你不要再那么老呆一根筋了 你们都是一帮神经病,你知道吗 哎,所以你看中国人,他和美国的那些个 那些个真正的爱国者,那些个人 他真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你知道吗 完全不同的,你想想一下 人家我与总统都已经干了这么久了 你为什么你川普现在出现了这么多人呢 你不是有病吗,你不是神经错乱吗 是不是,你能面对点现实吗 是不是,该吃吃喝喝,该造草,是吧 那很有意思,不一样 所以我把这个什么,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啊 总结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三个随时 随时放弃,随时苟且,随时认贼做妇 你说是不是有点,是不是有点这样啊 我们家这个牧师啊,不叫我们家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尊敬的牧师王仪老师 王仪啊,就说过随时什么 叫做什么,随时搬家,随时进监狱 随时做老,随时搬家,随时做老,随时回天家 表现出一种向着标杆直跑的决绝的勇气 你知道吗,他这个精神跟美国的这些个 爱国者的精神是一样的,知道吗 他很有意思,他是中国的一般的人啊 也许包括你啊,也许包括我,就是这个德啊 随时放弃,随时苟且,随时是认贼做妇 知道吧,所以我说这个华人啊 至少中国人啊,做任何事情都不行 因为他不能坚持 人是一个有限的人,人活在是个有限的不确定的世界 人,人性充满的黑暗 所以人要真正做成任何一件事情 你凡是年纪大点的,做了事情的人 你都知道,他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啊 人做成任何一件事情,他都不容易 你当一个农业,你把它田种好 可了的不容易啊,你知道吧 你当一个老师,你想成为一个 这个学生很欢迎的老师啊 教书教的好,不容易啊 你想想我写文章呢 你把文章写的那么很熟练 有点意思,他不容易啊 我说过一句话呢 你必须要写一千万字的垃圾 然后你后来你,然后你写的文章才看上去有那么一点意思 一千万字的垃圾 你要爬多少格子 你要花多少时间呢,是不是 他哪有那么容易啊 是不是,所以我说任何时候啊 这个中国人都像一坛烂泥一样的 就躺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也干不了 真的,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为什么中国这个今天的 你看你的桌上的任何东西啊 你看你的桌上的任何东西 比如说我做视频啊 你这个手机是你中国人造的吗 你摄像头是你中国人造的吗 你的麦克风是你中国人造的吗 是不是你这个灯光啊 你这个是你中国人造的吗 是不是 你没有一个东西 你是你中国人造的 知道吗 所以有人在网上 你了中国人造了什么东西 造了低沟油 是吧 这不扯远了 我就想说这个川普总统啊 他那个人气啊 那简直是爆棚 你知道吗 百分之九十八的 这是你今天他在演讲的时候说了一句 让我这个脑 就是一炮这个猫尿就撒下来了 知道吧 就是啊 他说你们啊 就是话怎么来说 我就不 我就不随法会我找找啊 很简单那句话 那你们啊 对这几万人的这个听众说的啊 爱国者说的 你们从未停止为我战斗 我也永远不会停止为你们而战斗 你想想这是什么话呀 是不是 一个这个亿万富 钱多的是花不完 他为什么要为要为这个美国而战呢 那就是一份信念 真的就是一份信念 他不是利益 知道吧 所有的为了利益而展开的人类的行动 都是短期的 都是中途要掉链子了知道吗 只有人为了信念而展开的行动 才有可能直到永远知道吧 所以信念这个东西它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为什么 我是虽然是做节目啊 其实我心里明白我每次讲信仰的时候 看的人就不多 但没有关系啊 是不是 我是我的信念 我就这样 我说了我这个每天都是好消息构成我的一个行为艺术 我是唯一分信念 何况在我这个频道里面有一相当一批非常好的基督徒 尤其是人在美国的啊 这个人在海外的不叫人在美国的 人在美国的美国战役多半啊 那是真的是已经是叫做重生的基督徒啊 观念秩序得到了全面更新的基督徒 已经破碎了过去的这个心灵的这个基督徒 耶和华所要的记忆是什么是破碎的心 是你破碎的心 是你忧伤的灵 知道吧 这一批人啊 你还是不断的在顽强的支持我 所以我有什么理由放弃我的信念呢 哎呀好消息啊 真的好消息 只要你看到美国 看我们家老川这么有人气啊 这么的这个什么坚定 你就知道美国一定有希望 千万千万你不要掉链子啊 说完了这个啊 川普总统的好消息 我们再说一个中国的这边的好消息 就中国这边的好消息肯定是对共产党来说很不好的消息啊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个看人老不像事大的好消息 说这个一个最简单的消息啊 大家都看到了啊 有些人可能看到了 就是清华下面他有一个公司啊 就是就是90年代的时候啊 一些个重点大学他都办了这个校办工厂 以前叫校办工厂 后代叫校办公司 知道吧 清华叫清华紫光 清华控股 清华紫光 这两个公司我都去做过现场调查啊 就两个了两个垃圾的不能再垃圾的这个高校办的所谓的控股公司 哎今天传来好消息 你知道吗 就是清华紫光啊 破产了玩不下去了 你知道吗 这个消息我一开始看到是我没允许允许注意 然后我又跟跟北京这边的一些个朋友 又聊了一会儿天 他们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可不是一般的消息 这个消息你要挖一挖背后的故事 讲讲背后的细节 为什么呀 因为清华紫光有相当一部分的钱呢 股份呢都是被胡锦涛控制的 胡锦涛是让他的儿子胡海锋控制的 是吧 你看到没有啊 你随便翻一翻这个这个什么 翻一翻这个网络的这个旧文呢 你就会发现什么就是清华紫光这个控制呢 是吧 主要是胡锦涛的儿子这个胡海锋 而且胡海锋的确在清华紫光 在清华控股做过好长一段时间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早不破产晚不破产 这个时候破产那一定是大有来头啊 那我们查了一下这个清华紫光啊破产 还出现了一个赵伟国这样的一个人 说赵伟国就是个骗子啊 赵伟国这个人干什么呢 说这个是一个靠搞房地产 然后完了以后搞这个什么 每一框发家的这么一个货色 也就是说清华紫光过去打的牌子都是什么 就高科技是吧 所以赵伟国在这个清华紫光干活的时候 说了一句特别的牛逼轰轰的 据说胡锦涛都点赞的话 叫什么 叫做我要在三年之内 要并购这个台湾的这个台积电啊 要实现这个芯片的国产化 知道吧 所以这个清华紫光破产以后 国内的消息挺有趣的啊 第一时间你能看到他 居然是一个台湾的这个老老板 就是郭台铭啊 然后出来说了一句话 说说赵伟国这个人呢 就是一个炒股的一个投资者 就是个骗子 你知道吗 哎你看到没有 这个他要并购台积电 完了以后他要还还对还还 赵伟国还说要打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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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郭台铭的公司啊 完了以后要要是要要 要形成全球最大的这个什么代工厂 在中国搞这个事情 然后一句让中国立足于世界最顶级的 这个企业的前端呢 这些话结果没几年他就破产了啊 那我回回头我们再看看这个事情 你就发现很有趣啊 首先第一啊 这个事情有胡锦涛的儿子在在其中 第二这个事情破产以后卷入了这个什么 啊芯片的这个东西 你知道今天中国最大被美国人卡脖子就是芯片 哎你你仔细想想这些个这些个故事啊 啊第三就是以前一段时间有人说的说说说胡锦涛满面愁容嘛 在这个天安门城楼上面是吧 从头到尾没有一点点的笑容 为什么有人就开玩笑说 哎呀我也没办法啊 我笑不起来啊 因为我的儿子啊 还在这个包子笠的手上捏着呢 是不是 那胡海锋现在是级别并不高啊 啊级别并不高 这是浙江省的一个什么 一个什么 一个什么 市委书记吧 就是一个政局 是不是 好像到目前为止 这据我的了解还没有到腹部的程度啊 那副省长都没有没有搞到 那人年轻了还想一步一步晚上爬呀 但是这会出现了这个清华紫光的这个破产的消息啊 所以他们家胡锦涛的儿子掌控了清华控股的百亿的这个股份 完了以后这个芯片这个东西呢 又出现了另外一种说法 然后又指控这赵伟国就是一个没老板啊 就是一个骗子 就是一个投机者啊 就这么一些话 你就招招其实都指向胡锦涛啊 你知道吧 指向胡家 为什么呢 第一芯片之所以现在这么差 之所以被美国人卡脖子 从你胡锦涛当十年的这个什么开始 你就没有正儿八经做事情 清华紫光这么一个中国最顶级的大学 原来搞了半天就是他娘的一个炒 一个没老板就是一个炒地皮 然后挖煤的这么一个公司 你说出去谁信呢 是不是你不是说你清华紫光是个高科技的公司吗 你不是你你不是开什么玩意 那这骗谁呢 是不是 所以有人又说他这样的说法是什么呢 要炒作这个话题是要把芯片被美国人卡脖子的责任 要全部推给胡锦涛 就是你一个老东西 没有把事情办好 你不能怪我包子里 是吧 你不能怪 第二是什么呢 就是你胡海锋 你还想往上爬 门都没有 直接把你拿下 或者直接就把你量一边去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清华紫光出问题 在这样的敏感的时刻一点都不能忽略 所以据说这个江蛤蟆就是很高兴 很高兴很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江蛤蟆知道他的江家帮面对今天这样的困境 他真的是就是胡锦涛一手导演的 他必须要把这个胡锦涛和这个习近平之间的关系要拆掉 怎么拆掉呢 那当然了就是从这个经济入手啊 所以这个清华紫光这会儿这个什么啊 宣布破产 赵伟国被台湾人骂为骗子 中国的芯片之所以这么被人卡脖子 全是胡锦涛干的 你这些个事情归隆起来 你就知道啊 包子里也想甩开和胡锦涛之间的联盟 政治联盟 然后呢 他知道中国的真正的权力还是在江家帮大孩 然后他转头这么两边都打 最后呢 他就成功的就可以继续当皇上了 所以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会发现很有趣啊 就是美国的这么一个我们所热爱的老帅哥 他都已经是不干了是不是 但是他的人气这么高 搞老百姓这么支持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中国的胡锦涛 据说还跟包子里是联盟 政治联盟 对付江蛤蟆的 现在就面临这么大的一个政治的这个什么危机吧 我们趁着政治危机啊 你说我说了嘛 同样都是人嘛 是不是 这做人的区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真的是 就是任何时候记住啊 不要跟土中国混一块 土共这个绞柔机里面 任何人都不得好死啊 我跟你说上到胡锦涛啊 吸吸包子江蛤蟆 吓到那些个名不见经传的猪狗不如的韭菜 都没有一个人好下场啊 你看我们家川普总统 那叫一个什么人气包棚 那叫一个有感觉 你想想吧 是不是看他说的话 你们从未停止为我而战 我也永远不会停止为你们而战 这个话多舒服呀 人生活到这样的这个高度啊 可以了真的真的 荣耀上帝 川普加油 谢谢大家